大家好 回到你們黑木牙的節目 今天很高興 請到兩位嘉賓 分明是劍榮和鼓賓 跟我們講一下LAMO的事 我們之前也數了很多LAMO的生活 他們的工作情況 他們的心態 甚至他們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的問題 我們現在不方一轉就講一下 其實大家都知道LAMO在香港社會 都討論了幾年 連年都有人走出來講 最主要是在書店裡有些人不用 有些比較自由主義的立場 就是LAMO雖然你可能不喜歡 其實在前台詞可能他自己也不太喜歡 但是他們有權這樣做 因為言論自由 另外另外一個立場就是女性主義的說法 我這個女性主義真的令到很悶 每年都有兩班女性主義 有些人走出來說 LAMO就跟選美一樣 是對於女性的剝削 就是男人想看女人 所以就逼女人穿這麼小衫給你看 另外有一篇是有些比較解放的女性主義 不是 我們不應該這樣在選美或LAMO的 其實他們是在這個 現在有的男女不平關係之中 爭取他們的本錢 他們其實是更加自主的 就是我們用這種方式去向男性宣戰 從男性手上去得到更多的權力 實現女性的自主 這些都是搞到 連年都已經要來回回幾次 但是都沒有什麼結果 到現在我們還是 每年都可能要演練一下 但是譬如除了這些之外 女性主義 坦白說沒有男人主義 你聽說有沒有男人是沒有的 有 有男人沒有的 因為我不出名的 不會說幫她拍寫真 咦 我都可以考慮她去做 你不是男人嗎 對不起 其實可能 但是主要都是女性 所以就不出名 譬如我們去書展看到有寫真 或者被人投訴 說她賣很多寫真 阻礙了 那些我都沒有男人 暫時沒有 暫時沒有 但是譬如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可以用什麼角度 去再看這些女性的表現呢 或者是 我們剛才也說過 可能劇中的 自己為什麼看自己的身體呢 因為 譬如他們會不會覺得 剛才沒有討論到這個 譬如他們會不會覺得 當他們會聽到很多批評 他們會說 你們這些賣胸 夾肉 穿那麼少布 他們會為什麼想呢 又或者是 到一會兒我們 有什麼可以從這些行為 或活動去想出來呢 我覺得 好像現在的女性 是喜歡展現自己的身體多了 就是 又不介意大家看 因為有iPhone 因為有iPhone 馬上拍照 放上Facebook 很好展現 對 對 我覺得好像以前那種 會看蝕這些說法 在現在的年輕一輩 年輕一輩 好像已經不再是這樣 對 我完全不覺得是這樣 至少我已經不覺得是這樣 好 好 不如就去嘗試做任務 做任務 做任務 對 剛才說了一些 女性主義體的方法 我自己就在想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性騷擾 就是這個概念 但是性騷擾這個概念 他的傷害都開始出現 譬如 外國這樣才算 他們比較親密 他們的展現可以真的摟摟 摟摟 摟摟 但是 開始性騷擾講得多到一個地步 就是 爸爸看著女兒大檔上下 開始不敢摟摟她 小時候都會 一放學 抱著抱著 抱著 很開心 但有回到大便不敢摟摟她 就是怕被人說 你會不會是性騷擾你的女兒 於是 我們大行期到 這樣說性騷擾這個概念的時候 令我們很多人與人之間 那種親密 都一拼無埋 所以我就在想 其實經常說性騷擾 不開心 因為你經常說 no no 但是性騷擾是源於你不懂溝通 你才會出現騷擾 如果大家都有好的性溝通的話 那就不會出現性騷擾 所以我們不應該就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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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在教人會說no的同時 就教人會說yes 那我就在幻想著 會不會Nemo 他每天都有這麼多性方面的 invitation 就是很多性的邀請 他其實怎樣處理 會不會都是一個 可以讓我們在這方面 有些思考的刺激呢 就算你看回那些 稱名會加泡泡會 你也 好 好 我 是怎樣的泡泡會 我覺得台灣更多 我記得是 譬如 以我個人的經驗 我記得是有一個 台灣的目的而來到香港 就開了一個所謂泡泡會 就不知道 抽籤就有些男粉絲 就可以跟他泡泡 就以示鼓勵 每個人看著你泡泡 對 你要打氣 就泡泡 後來我記得有一個很短的訪問 就問 你覺得香港的男生怎樣 他好笑 香港的男生很害羞 那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泡時 都不敢泡我 原來泡泡會 對香港的男生來的時候 就太刺激了 就是他們 真的會頂不住 真的會 他們會有這些機會 應該搞多一點 會抱不住 完全會僵硬 是不會抱下去的 還有我覺得 好像香港這個地方 是越來越 這方面是越來越壓抑 就連這些可以擺明 嗨咬的場合 我終於明白你說什麼 泡泡會 原來我看過 是啊 我記得看過 說這個男生很害羞 這個就是一個男人 他會很自然的 給他一個男生 我終於記得我看過 那我就覺得 香港這個社會 這麼多 性這麼壓抑 大家都已經 找不到性 又這麼不開心 找不到性 是啊 就是你連這方面都壓抑 是啊 連這方面都這麼壓抑 而我自己 回想一下 可能女性的地位 是漸漸抬頭 但我們沒有理由 就是 以前可能男人是三西四泊 可能性方面 是很多自由 很奔放的 那我們那種男女的平等 不是要把男人拉起來 跟我們一起 就是手心如玉 保守 壓抑的這種平等 就是有沒有可能 是一種平等 是男男女女 都可以很享受她的性 可以有很多的性的溝通 就是性溝通 不一定要進行 怎樣怎樣的性 但是至少 在這方面 可以有多些 就是分分色彩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呢 就是至少 Nemo就是她實踐著 就是她 是不會 shame of 她自己的身體 雖然外面 其實這個很有趣 香港的人就是 她又要看又要罵 是吧 就是一方面 就是一邊罵 真的啊 那些人是這樣的 真的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矛盾的 但是Nemo 其實她自己 她不會覺得羞恥的 就是她說她無恥 不是那種東西 她真是會很明白她自己是在做什麼 就是她本身她可能她是 這是一個image 就是她用一個image去處理 就是她會銷售一個寫真集 或者她在傳媒面前 她一個在做一些宣傳 我記得我都見過 有一個Nemo 很簡單 就是她的報紙停得很差 就是她說她又拋貨又成這樣 她很有趣 她放在自己的Facebook 她是很開心的 她有得見報 她繼續是這樣 譬如另一個 另一個會滴下奶 那又怎樣呢 我沒有機會問她 但是她有朋友 告訴我 她說 那你為什麼要認這些呢 她說 好玩啊 就是很有趣 那個概念 就是她不會有這麼多的枷鎖 所以她才可以做到很多這些動作 因為Performance 對她是一個Performance 工作 來的 但是其實 這個我仍然有點懸念 就是她 她大概應該知道這些 為什麼這麼好賣 因為是一種聖暗詞 其實我們是 你都馬路 狗公為什麼這麼喜歡有滴奶 就是你想起 另外一些東西 有滴奶 那個女生她說 好玩啊 如果她覺得 我就是玩這個聖暗詞 你這幫狗公這麼開心 那麼開心 就 真的很搞笑 如果她真的這樣 我覺得很厲害 這個真的很開放 但是如果是 因為我 我見過有些也不是這樣 有些是 你這麼性感怎麼辦 我不介意 這叫健康性感 對現在我都不明白 什麼叫健康性感 什麼叫健康性感 性感 其實有個意思就是 你跟性的興奮有關 你性興奮很健康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性興奮很健康 如果性興奮很健康 那有什麼性興奮是不健康的呢 我想不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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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除非是這樣 如果是 大概是 女藝人應該很難 健康性感 是不是 現在這個意義 所以我 這個我是很丟臉 但是如果你剛才說 比如說好玩 這個是一個很開放 很好的態度 那我令我想起 有一本書叫做 《豪爽女人》 是何春瑞寫的 但是他現在可能絕了版 未必那麼容易找到 那 他裡面其實講到你剛才說的 他就說 有幾個項目很重要 第一個就是 我們講性自主的時候 究竟性自主是什麼呢 性自主是否我們要所有人都手身如玉 那就叫做男女平等 就是從前男人可以去找 那現在好 連累女人手身如玉 可能現在男人不需要玩 全部都手身如玉 這個就不是我們的目標 而是 他要講的是一種性的自主 還有 如果是這樣說 我們不是要把男女分開 而是把 要令到每個人 都可以在性這個問題上 就是性這件事上 得到自己的自主性和人滿足 那他就會說 其實性禁忌是一個很愚蠢的事情 就是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他說 為什麼你會覺得摸了哪裡 或者露出了哪裡 就是不行呢 他說其實是因為我們對於性的想像太少 因為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好的性 不知道什麼性是可以享受的 所以我們一觸高就打了全人 全部都不准 但如果是這樣 就只是表示了我們對於性是很模糊 就是坦白說 我們問現在那些三級片 什麼什麼什麼 為什麼你露某一點出來 就是不行呢 我們說這種極端這麼割折的角裂 就是這麼齊整的分野 有一點就是可能是一線之差 為什麼這個就是性感 這個就是看得這個不看得呢 他說這個其實跟我們真正的性經驗 是不相符的 就是我們對於性經驗 不是在於你有一點還是沒有一點 而是更豐富的人與人之間接觸 親愛的關係 在那裡見到 當你這麼在意一點的時候 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你其實對於親愛的關係是沒有經驗的 就是你對於親愛的關係完全沒有經驗的 所以你就要將那個分野去到一個這麼 那些要quantify 就是這麼量化的層面 就是在於那一點露不露出來 就是說你越是一個性感的社會 其實你對於性是越沒有想像力 並且是沒有自主 因為自主在哪裡來呢 自主就不是你逃避那件事 譬如我自主說 我知道我喜歡吃雞腿 你喜歡吃雞腿 那你要吃過你才知道 你不是說 總之你就不要吃了 如果是這樣就沒有自主 所以學出來的說法就是 如果我們要知道 我們性如何自主 我們首先要學會這件事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的性關係裡面 有什麼接觸 是我們要的 有什麼是不想要的 這個就是要透過一種開放的方式 去互相去感受 互相去探索才可以找到出來 我試過一次有個探索就是這樣 不是我跟對方相對 就是跟那個男人一起 然後大家看到二樓 就有個女生和男生的餐廳門口等 等桌子等號數 還未到 女生的頻很短 然後那個男人很開心地告訴我 她說她走光啊 然後她說咦 是呀 走光啊 是呀 走光 接著她怎麼做 她拿一部相機出來想要拍 那這個答案是很開心的 其實原本就是說 如果可以交換到 那個文化是這樣的 我覺得 跟原本那種這麼虛偽的文化 你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分別在哪裡 如果有一天走光是好玩的 我們終於可以打破那樣東西 不是走光我們有悲獨德 或是厭惠的價值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我們又要貶 又要成這樣 其實是很白癡的 如果去到有一天 我們將我們性的界限 不是放在究竟有一點老還是不老上 而是在於我們每一個人之間 究竟我們的接觸是否可以去到一個舒服的地方 其實你舒不舒服 和我一點老不老 未必很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無奈 我們只是不夠這樣去理解 在現在這個處境 建靈一下你幫助 一句而已 還有我想說 喜歡看嬰毛 都好像幾多女生喜歡看 都不只是紮男喜歡看 其實我也喜歡看的 我覺得挺開心 挺好玩 不過我會希望有些變化 譬如有沒有肥板的嬰毛 我們對美麗應該 我已經不再嬰 其實這個我也記得是 容若我再講一次何春日 何春日都說 其實這就是她的目標 即是我們應該靠 即她的書叫豪爽女人 豪爽女人在普通話中就叫很爽 即是很high 很正 意思是我們應該相信這些豪爽女人 靠她們去幫她們拓展性的經驗 和溝通的可能 即當她們很氾濫 道理班衛道之事 即是沒有話可說的時候 我們或許可以重新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到這裏 很感謝兩位嘉賓分明是股賓和劍靈 希望下一次再在胸部旁邊大家見 拜拜 厲害啊 你暗合這些行商